大棚里头老热了 我妈把这个 头头杆 都拿到大棚里头来的 这一家两个头杆 留着冬天点吃的 这里头现在的温度得有 零上二十多度 外面就是零上十多度吧 老热了 窗户都开着 我妈热了 就光网着了 要不 上山盘一会儿了 我给你撞上一盆了 撞上这儿呢我妈给我 差一夜了 多刀出来 到哪儿的 啥了 多刀出来 都是那个 笨炒的 物理开口的 一等颗粒的 820左右的 我妈她给这儿的剪一剪 就是 里头有这种 撕皮的 破皮的 剪一剪 红松这 这边放水到袋了吗 放 二十几袋的 三十多袋 这边都是装完的 一会儿发热了 两种袋 还有这种袋 这种袋还有 这个是装 装枕着的 这个是枕着 一会儿还得换这个 这个是我们 辽宁铁岭的 野生的 三枕着 这是大粒的 皮包粒满了 我一摔一下头的 一摔的全坏了 一摔都漏了 这盐 再摔一下 这盐 这盐 大盐 松这儿和真正 我们就是 东北地区属于 特产呗 算是特产 别人也有 也有 但是他们有东北的 这个质量好 你看这个松这儿是的 它外里那边那个松这儿叫 那叫什么马尾松 那松这儿跟那松这儿 质量比 差老了 但是咱们东北松这儿也分 就是什么地区 什么地区的 它有的地区 它是 颗粒小的 有的地区是颗粒大小的 现在我妈自己先装了 我上上没可没可 去带 拉回这几带去啊 原来 昨天有不少朋友 下单了 我说当今天给人送 给人发走的 但是今天这个松这儿没有货了 我让那个 没可的大客车往这边扫 但是那个工厂的人 他忘了 所以导致我现在还去一趟 离我还不远没可 来回开车两个多小时 一百多公里地儿 有个会儿可能就是有个疑问说 为什么不多拉回来点呢 因为就是我跟去年一样 就是 先卖先进 它不是说因为就是怕拉多了 卖不出去 因为它是现炒出来的一个口感嘛 和就是 囤积 时间长一些的口感 它不一样 我去年也是就这么卖的 就是拉回来三百斤 我还是卖掉了 我是带给它 带给我发回来三百斤 因为那边都是现炒出来嘛 现炒出来的口感 肯定要比就是 放时间长的一些口感 好点 像 昨天前年 有共是两天卖了 两天卖了 四百亿 但是今年的量和去年的量 还不能 同日而已 去年卖的量比较大 因为今年的送纸价格 比去年 略微能 高出来点 而是导致很多 有很多朋友 像 去年 买四斤 买六斤呢 今年轻易就买二斤了 你就是 尝一尝一下玩意儿的 因为这个 价格 毕竟是比去年 疫情高出来 死了坏钱 你像 这个东西还不是生活的 必须 它 可吃可不吃这个东西 像猪幼儿似的 你贵了我就不买了 你便宜了我就买点 是不 今天这码码不好算 钱不好扔 还是物价还非常高 今天视频 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